妻子病逝那天,刚好是我们50年金婚纪念日 年轻时阴忙于创业跑业务 妻子劳累过度导致两度意外流产 此后伤了身体,不能生育 我万分心疼,主动开口保证今生不再要孩子 公司迈入正轨后,我主动请辞 做起了全职照顾他的家庭主夫 把他领养回的孩子视如己出 可直到他去世当天我才知道 他年轻时自述的意外流产,其实是主动打胎 在40年前申请出国深造的那段时间 他为白月光生下一子 那个孩子,正是我亲手抚养长大的养子柳念成 得知真相的我心脏病发,当场死亡 在睁眼,我回到了妻子领着柳念成回家的那天 念成,喊爸爸,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妻子柳如烟领着5岁的柳念成进了门 张嘴就让他叫爸爸 我看着妻子,娇艳年轻的容貌瞬间愣住了 大脑反应了好一会儿才得出一个结论 我这是,重生了 柳如烟见我呆愣 以为我不愿认下柳念成 顿时拉下了脸 梁从南,你这表情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嫌弃我生不了孩子 怎么,难道领养的孩子就一定比亲生的差吗 你难道忘记了之前我为了你流产两次的事情吗 我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轻斥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五年前你曾经出国深造 如果那个时候怀孕,孩子应该也四五岁了吧 柳如烟紧张地舔了舔唇 但依旧梗着脖子 你自己心脏看什么都是脏的 我那是为了给你挣钱 你以为谁都像一样混吃等死 你要是这么想,那我们就离吧 我笑着回答 柳如烟,我心脏不脏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肯定是脏的 柳念成吓得嗷嗷直哭 我则拉过椅子坐下,安静看醒 前世,我没经历过这些 不知道柳如烟这么能说会道 柳如烟领着柳念成回来时 我第一时间就认下了这个儿子 并好生照顾了几十年 因为我爱柳如烟 所以我愿意无条件地接受 他做的每件事 他深造回国后 开始定时去孤儿院做志愿者 出钱又出力 我以为他是失落自己不能生孩子 所以把情感寄托在那些可怜的孤儿身上 所以我对他更加关心照顾 谁曾想 他的善举的初心是假的 他做的一切都只为了能光明正大地 去见柳念成 当时他把柳念成领回家时 我看着两人七八分相似的眼睛 直夸有缘分 我说当时柳如烟怎么笑得有些尴尬 眼神乱看 如今想来 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只恨我当时眼瞎 我对柳念成的付出 没换来他的一丝回报 反而加速了我的死亡进程 是他在柳如烟死后 拉着他的亲生父亲苏允成 过来和我对质 柳念成说出所有真相 只为了让我放弃柳如烟的骨灰 让我把公司完全交到他手上 亲父子俩一唱一和 害得我心脏病发作 当场毙命 如今我只不过是没立刻应声答应 就被柳如烟指着鼻子骂 梁从南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你今天要是不认下小成这个儿子 那我们也没必要再过下去了 柳如烟抬起头 哭红的眼睛看着格外惹人心疼 如果是前世 我一定会心疼的万事都答应了 如今啊 我笑着回答道 好啊 他白了我一眼 松下一口气道 早同意不就得了 害我和你费了半天口舌 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膀 那就别过了 离婚吧 二 柳如烟愣了 张着嘴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梁从南 你认真的 我点头 认真到 笨 比珍珠还真 柳如烟审视地打量我 见我面容平静 瞬间便垮了脸 他擦干眼泪 把柳念成抱在怀里哄着 梁从南 收回你刚刚的话 这一次 我就倒没听到 下次你要是再敢提离婚 那你就没有机会了 就算你跪在我面前哀求 可没有用 我张张嘴刚要反驳 门铃响了 柳如烟望了我一眼 抱着孩子去开门 如烟 苏允成站在门外 笑着喊他名字 允成 柳如烟眼眼睛瞬间亮了 他惊喜地问道 你怎么会来 我站起身凑近了一点 抱毙观察他的所有反应 前时他把柳念成 领回来的当天 就邀请了一众好友过来 目的就是为了让柳念成 能够早日融入到他的日常里 可柳如烟现在这反应 是怎么回事 难道 他也重生了 这个想法在我大脑里炸开 我更加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如烟恭喜你啊 做妈妈了 恭喜恭喜啊 这小不点真可爱啊 哭得满脸鼻涕泡 几个共同好友 从苏允成身后探出头 全都笑着道贺 如烟 你怎么了 不是你邀请我们来看 小念成的吗 你忘了 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 苏允成万分心疼地伸手 擦了擦柳念成脸上的眼泪 柳念成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撇撇嘴朝他出小手 爸爸抱抱成成 苏允成被这一声爸爸 喊得一正 第一时间看向我 又和你这个小不点认错人了 你老爸是后面那个帅哥 正看着你呢 你认错人了 他该伤心了 好友指着我 打圈道 柳如烟尴尴尬地笑了笑 眼神也瞟向我 开口打圆场 孩子还小 认错人也正常 童言无忌 我始终看着这一切 没有揭察 心里却止不住地冷笑 柳念成才五岁 正是大人说什么他听什么的年龄 来的好友里不止一个男人 他只对着苏允成喊爸爸 看来柳如烟和苏允成 平日里没少私底下交他 让他喊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柳如烟警告般地瞪了我一眼 引几人进了客厅 他命令般地开口 让我去烧水倒茶 我扫了他一眼 不为所动 众人在沙发山招呼他过去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没再说什么 几人围着柳念成坐成一圈 纷纷献上礼物红包 我则独坐一边低头玩手机 实则大脑在飞速运转 看着柳如烟看向苏允成时 不加掩饰的暧昧眼神 我敢肯定他肯定是重生回来的 前世的今天 柳如烟为了避嫌 全城几乎都没有和苏允成有过交流 导致共同好友还以为两人之间 有什么过节呢 而且前世柳如烟生病后期 正赶上国外病毒大爆发 苏允成被困在国外回不来 柳如烟到死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所以这次再见 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看 只是我不明白 既然柳如烟这么爱苏允成 他为什么不同意离婚 还有苏允成为什么不抚养柳念成 而是把他送到了孤儿院 从哪里跟我过来一下 我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柳如烟走了过来 攥着我一脚的手暗暗用力 我垂眸扫了一眼 抿着唇跟他走 见我没在好友面前下他的面子 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关上厨房的门 我不耐地扒拉开他的手 柳如烟择了一声 咬字极重 梁从难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故意让我在好友面前丢脸的 是不是 就因为小诚刚刚不小心喊了允成爸爸 你至于这么小心脸吗 我收起手机 看着他 很肯定地回答 至于 三 前世的今天 本来好友是在家里吃了饭 狂欢到深夜才离开的 这期间我全程服务 这一次 因为我始终冷着一张脸 好友察觉到不对后 全都一溜烟找借口离开了 柳念成躲在沙发旁 露着一双胆怯的大眼睛不停地偷看我 我余光看到后 埋头在手机里没理他 柳如烟送走好友后 就见到这一幕 立刻把柳念成护进怀里 眼底喷火道 梁从难你是不是有病 这么大人了欺负一个小孩子 到底谁有病 我离他那么远 我怎么欺负他 用意识骂 柳如烟被我的话噎住 脸色十分阴冷地抱起柳念成 转身上了楼 门被他用力甩上 我坐在楼下餐桌旁 都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滔天怒气 真是可笑 他以为我还会像前世那样 毫无尊严地低头去哄他吗 做梦吧 知道柳如烟也是重申回来后 我开始谨慎起来 回想起前世柳念成 来到这个家的第二天 柳如烟就签订下了一笔特大订单 公司的收益更上一层楼 柳如烟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收到项目红利后 他第一时间就给柳念成买了一整条步行街做礼物 又给苏允成买了辆全球限量版的跑车 但是一毛钱都没花在我身上 我也是多年后从好友嘴里听到才知道这件事的 他当时借口说 那项目是靠苏允成的面子才拉来的 给他花钱以做报答也无可厚非 给柳念成买步行街 更不用过多解释 他既然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家 那别人家孩子有的 念成一定不能少 我当时心里十分介意 但还是自我安慰后回答 如烟说的都对 家里的一切都你说了算 如今想来 他就是欺负我良善 万事以他为重 而且这订单 其实是我父亲送来的 和苏允成没有半毛钱关系 因为我父亲年轻时抛弃弃子 所以我和他算是水火不容 他不敢出现在我面前 只能背后帮我 我也是前世慕年后才知道的 但我猜想 柳如烟应该到死都不知道 梁氏的老板是我父亲 所以才会光明正大地撒谎 这一次 我绝不会让他们一家三口 再这样欺负我 想通后 我打了一通电话 随后拿起车钥匙离开 朝着记忆里的咖啡厅开去 那人已经等在窗边 见到我 越可举起咖啡杯朝我示意 停好车后 我反复深呼吸才推开咖啡厅的门 门上的铃铛应声响起 暖阳透过门缝 洒在越可的侧脸上 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模质的咖啡香气 悠扬有琴调的钢琴曲 催人更加沉醉 这种平和又舒服的环境 让我一瞬间放松了下来 相对无言 我先打破沉寂 你习惯一直没变吗 还是喜欢来上学时 常常能路过的这家咖啡店 不是躲着我吗 怎么突然想起联系我 越可没回答 而是把一杯加过牛奶的咖啡 推到我面前 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我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 还是年少时的味道 尴尬的情绪也跟着缓解了些许 想让你帮我查一下 苏允成的个人信息 越详细越好 我把自己想要查他的原因 全都合盘拖出 越可以在沙发里 安静听着我叙述 知道我停下好一会儿 他才悠悠开口 帮你可以 我有什么好处 越可算是我的青梅竹马 年少时我们每天相伴 导致他对我暗上了情愫 可我对他没有意思 几次拒绝后 他还是会贴上来 我苦恼不已 母亲病逝后 我便搬离了老房子 故意和他断了联系 这么多年了 都没再联系过 后来越可事业越做越大 我在陪着柳如烟谈业务时 和他在谈判桌上撞上过几面 但谁也没有停下叙旧的意思 但他每次眼神都会在我身上流转 我看过去时 他又会自然地移开 我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 平静地望着他的眼 你想要什么 他挑眉 什么都可以吗 我点头 只要我给得起 越可目光明亮 淡淡一笑 你给得起 先帮你办事 办妥了我自会和你所要报仇 他说的话模棱两可 我虽有点心里没底 但如今也无计可施 我不工作多年 身上没多少存款 也没什么人脉 越可是我能想到的 唯一一个能帮我的人 四 告别越可 我直接开车去了公司 我以为柳如烟此时 应该在家里陪孩子 可是想想到会在公司撞上他 隔着办公室的大门 我都能清楚地听到 两人翻云覆雨的喘息声 他的小助理为了避嫌 脸颊爆红地躲在角落里 假装很忙 我已在门边静静等着 半个小时后 里面的喘息声终于平息下来 柳如烟满脸春色地推开门 见到我后他瞬间紧张了起来 梁从南你 你来公司做什么 见我表情平静 他又换了一副嘴脸 你知道我不在家 又和我身边人打听 我的行程安排了 梁从南你不是嘴硬吗 那就硬到底啊 来找我干嘛 你这样真让人看不起 我抬眼扫了一眼 他身侧同样春光满面的苏语成 盯着柳如烟 慢条四里的开口 柳如烟 你牙上有菜 刚刚他没帮你舔下来吗 柳如烟脸色骤变 他忙捂着嘴往卫生间跑 苏语成瞪了我一眼 跟着他一起离开 我成功脱身 去他办公室里 翻出了父亲助理的电话 拍了照片 我关好办公室的门 打算赶紧离开 梁从南你给我站住 柳如烟气冲冲过来 杨骑手想要扇我 我攥住他手腕 用力甩开 警告道 你要是再敢动手 我就还手了 苏语成把他护进怀里 两人同时愤怒地盯着我 那眼神像两条难缠的毒蛇 这尴尬的气氛 直到柳如烟的助理 给他送来电话 才被打破 柳如烟接过电话 立刻换上笑脸 梁助理您好 见我眼神盯着他 他捂着电话 回了办公室 我听到他喊出口的名字 就知道是什么事了 梁助理 就是我父亲身边的助理 看来这一世的事情发展依旧 柳如烟还是得到了那份 改变他地位阶级的项目 我想着对策 快步离开了公司 算着时间 柳如烟那通电话应该结束了 我翻出相册里的名片 输入号码打了过去 怕梁助理会当骚扰电话挂断 我快速自报了家门 但我只是说和老梁总是就相识 电话那头先是愣了几秒 随后爆出了一处地点 约我马上见面 听着他恭敬的态度 我便明白了 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到了约定的地点 眼前的清幽环境 让我全身感到一阵恶寒 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 复古建筑 这是照着古典园林 一比一还原了 我自嘲感叹 有钱就是潇洒啊 梁助理把我迎了进门 领着我七扭八拐 走到了湖中心的亭子 我的视线瞬间 落在背对着我的老人身上 听到梁助理禀告我的到来 他僵直了后肌 手上的茶壶因为手抖 不断有茶水滴落出来 梁助理退下后 他才嗓音僵硬地让我坐下来 坐在他身侧 我不加掩饰地仔细观察他 我发现 他和我记忆中 那的吐气又沉闷的父亲不一样啊 果然金钱是最能养人的东西 他稳住颤抖的手 针茶放在我面前 轻声开口 小南尝尝 今年的新茶 别这么喊我 我瞬间醋眉 抬手扶开茶杯 茶杯应声落地 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他垂下眸子 自嘲笑笑 你不原谅我 我能理解 毕竟 毕竟是你当初为了小三抛弃弃子 还卷跑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我妈在我高中时 就因为没钱之病死了 我怒吼 尽情发泄着 前世今生积攒的两世怨气 你不是有了新的家庭 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眼前 他拿够钱了 跟个年轻的男人跑了 他又替我蒸了一杯茶 自嘲地继续说道 我年前体检 医生告诉我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 所以呢 你这才想起我了 让给点甜头 让我心软原谅你 然后给你养老送终 是吗 我冷笑 你配吗 他始终垂眸 苍老的脸上满是痛苦 我只觉得解气 出轨的人不配有好下场 我没了继续和他翻旧账的心情 直接开门见山 柳如烟和他的公司 我都不打算要了 你打算白送他的项目的事 可以停止了 他点头 给我面前的杯子续上茶 那就把项目给月可那丫头吧 你派人跟踪我 我刷得站起身 盯着他的眼睛里 散发着阵阵寒意 小男你别生气 我 我只是想看你过得好不好 以后我的全部产业都是你的 你想怎样都依你 我不稀罕 四 我生气地离开了 开着车在大街上 漫无目的地转悠一圈后 还是回了家 柳如烟正在餐桌边 为柳念成吃饭 见我进来 他脸上的柔色瞬间收敛起来 取而代之的只有尖酸刻薄 喝 真会赶着点回来 知道到饭点了 我没应声 直接进了厨房给自己煮面条 晚饭后 柳如烟再次接到梁助理的电话 他狗腿地打完电话 把柳念成扔给我 就要出门 我有急事要出门 梁从南你最好给我照顾好小成 我头也没抬 细嚼慢咽地吃着面条 柳如烟以为我默认了 拎着包就出了门 我慢悠悠吃完 随后就把柳念成送回了孤儿院 院长出来看到柳念成的时候愣了 刚想问我两句 我直接转身走了 谁的孩子谁照顾 我可不做胜负 随后 我接上月可一起去了谈判局 柳如烟见我出现时 目光像刀子一样射了过来 梁从南你怎么会来这里 月可跟在我身后进来 乖巧地喊我父亲梁伯父 柳如烟脸色更沉 眼睛里灰暗不明 梁从南你和月可怎么会在一起 我儿子呢 送孤儿院去了 我慢条思理的回答 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柳如烟刚想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父亲一个眼神 梁助理冷着嗓音开口 柳总要是忙 可以先行离开 柳如烟吃憋 善善做了回去 可眼神一直在我和月可身上打亮 月可始终勤着笑 故意往我身边凑 我知道月可故意气她的小心思 所以一直也没制止她 月可和柳如烟是竞品公司 两人业务重合 没少发生争抢 今晚这场鸿门宴 就是要当众宣布 梁师的项目要改签给月可的公司 柳如烟气得满脸通红 但又不敢发作 直到鸿门宴结束 她才有机会拦住梁助理询问情况 梁助理下意识看向我 见我没有开口的意思 她斟酌了话术才回答 这是梁总的意思 刘总应该能明白 我只是个打工的 老板的意思 我怎么敢揣测 我只负责传达 一下子损失十几个亿 柳如烟装都不想装了 她生气地离开 经过我时个狠狠咒骂 废物 梁先生 梁总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 这是送您的生日礼物 梁助理跟在柳如烟身后 故意打开礼盒 把里面的限量黑卡漏了出来 柳如烟瞬间近身 眼睛定在黑卡上露出贪婪的色彩 月可也从包里 拿出一款限量款机械表递给我 送你的 我道谢后刚想接过 她高举起礼物 温柔地看着我 我帮你戴上 我余光扫了一眼脸色趋黑的柳如烟 笑着伸出手臂 那就劳烦月总了 简单大方的表盘 特别抓人眼球 不张扬 但也能让人看出来 价值不菲 梁助理适时开口恭维 月总真是好眼光 那也得是从男气质配得上 月可嘴甜地回到 我们几人围在一起一唱一和 柳如烟气得一直喘粗气 几次张口都因为梁助理在 又被他生生憋了回去 憋了几回 他终于忍不住了 冷着嗓音道 梁从男 你 都围在这里聊什么呢 我父亲走了过来 柳如烟还没说完的话 再次被他生生咽了回去 憋得他脸红脖子粗 月可没忍住扑斥笑了出声 他调侃道 柳总 我见您脸色不好 需要帮您较辆救护车吗 柳如烟咬牙 恶狠狠弯了他一眼 趁最后一丝理智还没消失前 和我父亲道别 随后便脚下抹油斑离开了 呜 我下楼后才发现 柳如烟其实没有离开 他一直在楼下等我 月可看见他 故意贴我很近和我耳语 想不想试试 你老婆到底在不在意你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耳畔 我不适应地往旁边躲了躲 淡然道 无聊 月可见状 悠悠开口道 蹲我 是我做洪水猛烧偶是吧 苏允城的消息 你还想不想知道了 嗯 他的声音带着蛊惑 我下意识看向他 查到了 柳如烟见我无视他 朝我的方向走过来 他眸色深沉 里面好像藏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梁从南你跟我走 他的语气无庸置疑 我和他对视 眼神平静 我要是不呢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 你竟然敢背着我和梁总私自联系 关系好到人家都记住了你的生日 把黑卡给我 他咬牙塞帮子 手心朝上伸向我 我懒得解释 直接了当地开口 月总送了我生日礼物 黑卡我当成回礼送他了 月可手里把玩着黑卡 勾着气人的笑容 其实我早就猜到柳如烟在打那张黑卡主意 所以我把黑卡存放在了月可那里 想找个机会还给我父亲 梁从南你 你 柳如烟恨恨恨瞪着我 恨不得将我千刀万挂 到底谁才是你老婆 你搞不清是不是 你和月可这么亲密 你是不是背着我出轨了 你嘴里放干净点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个德行 我也来了脾气 说的话也锋利起来 柳如烟说 不过杨起手打算删我 月可冷了脸色 拍开他的手 就在这时 苏允成的电话打了进来 柳如烟一接通 柳念成哭天汗地的哭声就传了出来 小成 你别哭 柳如烟瞬间泄气 红了眼圈 苏允成哽咽着开口 如烟你快来 从南哥把小成丢回孤儿院后 小成差点哭到窒息 从南哥他怎么能怎么做 怎么能这么狠心 小成他可是你的 你的什么 怎么不说了 我在旁边接话茬 你滚开啊 我晚一点和你算总账 柳如烟对我破口大骂 随后哑着嗓子 安慰电话那头的父子 妈妈马上就来了 小成你和爸爸等等妈妈 我吃笑道 直接爸爸了 不装了吗 柳如烟脸色不自然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急匆匆地开车离开了 月可拍了拍我肩膀 酸溜溜道 怎么 不舍得人家走 我扶开他的手 无所谓道 你想多了 我开车把月可送回了家 因为不想和他交流 所以我直接打开了收音机 收音机里正好播放着月儿惊艳 我促没换台 结果又换到了情感咨询的电台 关了吧 不想和我说话就不说 月可撑着车门开口 他说得如此直白 我感觉气氛更尴尬了 一直开车到他的别墅区 他才开口 你和柳如烟 我和他之间的气氛很奇怪是吧 我审笑道 他背着我给别人生了孩子 就是我让你查的那人 等我想不通的事都搞明白了 我就要和他离婚了 给别人生孩子 那你真是可怜 月可顿了一下才开口 是啊 结婚十几年了 我掏心掏肺复出 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话锋一转 我又问道 所以月总查得怎么样了 我一直没追着柳如烟提离婚 其实是因为怀疑柳如烟和苏允成 背着我搞了什么小动作 前世我一直一心喂柳如烟 所以吃了什么亏 我都是隐忍不发的 但既然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 我一定要扫清 所有可能让我陷入麻烦的障碍 苏允成就是个隐形炸弹 我一定要搞清楚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才会安心 再给我两天时间 苏允成一直生活在国外 我已经拜托国外的朋友去查了 好 谢谢了 六 回到家后已经晚上十点 一进门 就见柳如烟一家三口 坐在沙发上等我 柳念成手机摆弄着一架飞机模型 我定睛一看 立刻上前抢了过来 柳念成被吓得撇嘴直哭 梁从南 你是不是有毛病 有毛病就去治病 一个破飞机 你至于和孩子抢吗 柳如烟心疼地把他抱起来 不停地柔声哄着 从南哥 你怎么能这样对个五岁的孩子 苏允成也被气得不行 我垂眸检查飞机模型 气愤地开口 随便你怎么说 你乐意给他买玩具 你就去买 不舍得买 也别拿我的东西当好人 我嫌脏 这是我小时候 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母亲打工养我 本就很不容易了 他不舍得吃 不舍得喝 攒了很久的钱 全都给我买礼物了 我平常都把他摆在 亚克力盒子里 不舍得碰 他竟然说是破东西 行行行 我以后都不会碰你的东西了 行吧 柳如烟满脸的不耐烦 我和允成要出国一趟 项目黄了 允成有路子要介绍给我 小成就交给你了 你给我照顾好 再敢送回孤儿院 你就试试看 从南哥 小成是个好孩子 希望你不要再做 那么没有担当的事了 苏允成也跟着说教我 我白了那两人一眼 抽出湿巾 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飞机模型 梁从南我在跟你说话 你耳朵聋了 是不是 柳如烟看我态度散漫 加重了语气 我回想起前世 柳如烟和梁氏签下合同后 也跟着苏允成出了国 当时他用的理由是 梁氏集团的供货渠道 是国外的一家老牌工厂 我要去实地考察 允成的也该回国外上班了 我顺路和允成一起走 我当时满口答应照顾柳念成 没对柳如烟的话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 我不会看孩子 你要是非要出国 就带着他一起走 不然我还会给他送回孤儿院 柳如烟顿时黑脸 我没给他发脾气的机会 直接起身回了二楼卧室 第二天 趁着柳如烟不在的时候 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 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同 傍晚时分 悦可给我打了电话 告诉我有消息了 我去车按照他给的地址找过去 结果正好撞上苏允成 和一个虎背熊腰的外国女人抱着亲热 我愣了 赶紧发动车子藏在李树英底下 悦可敲了敲我车窗 我解锁他上车 看到了吗 那个胖女人就是苏允成的妻子 那女人的父亲是国外小众流派的画家 地位挺高的 苏允成在国外混得可比你强千百倍 我虽然和苏允成不熟 但前世从柳如烟那里也能拼凑出他的大概经历 他不是艺术生 只是个平平无奇的上班族 怎么可能随便一画 就入了人家大拿的眼 什么画 有图片吗 我疑惑到 悦可把照片递到我眼前 我瞬间实画 这不是我平常无视实画的吗 随后一切真相都清晰了 柳如烟应该知道苏允成的一切事情 他一直在偷拿我的画给苏允成 所以苏允成才会在国外的小众流派圈子离婚 他是怕他剽窃作品的事被我发现 但柳如烟应该不知道 我的每一幅画中都有藏了他名字的缩写 那字体是我花钱找人定制的 既然他不舍得主动提离婚 那我就最后帮他一把 七 事情都明白了 那你什么时候跟柳如烟离婚 悦可调戏地抬起我下巴 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会答应我一件事 我偏头躲开 明白了他的意思 等我把这件事解决完 我会离婚 从那天起 我就开始特意留意柳如烟的日常 他和苏允成出国的那几天 我也跟着去了 不过是不是一般飞机 悦可给了我苏允成国外的住址 和他的画画工作室地址 又给我转了十万块钱 我跟了两天后 发现什么也拍不到 就花重金找了私家侦探 结果没两天就拍到了一些重磅的高清图片 看着柳如烟和苏允成抱在一起滚床单 在他和那国外女人的昏床上弯灯下黑 我不禁感叹 钱真是个好东西 证据拿到手后 我打车去了画家联盟 里面正在开欣赏会 苏允成正站在聚光灯中央 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美幅画的创造思想 柳如烟坐在第一排 目光崇拜地看着他 我坐在最后一排静静听着苏允成胡编乱造 实在没憋住笑出了声 众人被惊扰 全都脸色不悦地回头看过来 柳如烟在看到是我时 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 他慌张穿过众人来到我面前 拉起我就要往外走 从南 你先跟我出去 听我给你解释 爸 解释什么 我甩开他 环视了一圈墙上的画作 淡淡开口 解释我画的画 怎么会出现在国外画展的墙上吗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听懂 我故意说的本国语言 柳如烟拼了命地想要捂住我的嘴 但奈何身高不够 我又不配合 画落后 所有人都发出唏嘘声 七七看向第一排正中央的老者 苏允成也看向老者 随后崩溃大喊 梁从南 你别血口喷人 这些画都是我亲手创作 是吗 我走过去 指着其中一幅说 你既然想自证清白 我也不让你画一幅星座了 那你就现场写一下这个签名吧 这位老者 您看了 众人看热闹的目光齐聚 老者拿起拐杖戳地 随后一拍定音 去写 柳如烟站在最后面 脸色已经苍白的可怕 苏允成眼神飘忽 拿起笔在纸上反复射多次 最后扔了笔抱头蹲下 绝望嘶吼 别逼我 别逼我 这些画是我创作的 就是我亲手创作的 我吃笑一声 减七笔流畅地写出了那个签名 众人在这一瞬间全都明白了 苏允成就是个抄袭者 往日里看不上他 又碍于老者面子的年轻画家 全都开始落井下石 老者丢了面子 想拿我问责 苏允成的妻子更是提起了我都一领 柳如烟见我要被揍 脸上瞬间有了笑模样 拉扯间 岳可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 如果我没记错 这里也是法治社会吧 被别人戳穿飘窃 恼羞成怒了 已多欺少是吗 见到岳可 我激动地只想飙泪 岳可给了我一个安心的表情 继续道 如果飘窃的事 大家不感兴趣 那就看看这些吧 他仰手一洒 手上的一打纸散落满地 众人捡起来后 瞬间倒吸一口冷气 目光暧昧地流转在柳如烟 和苏允成身上 别看 都别看 柳如烟撕心裂肺地大喊 可无济于事 有个别人更是对着他吹口哨 前辈 您家坠续背着您的女儿 和别他的初恋女友 滚到了您女儿的婚床上 这件事您和您女儿 应该还不知道吧 岳可顿了一下 继续道 哦对了 他们俩还有个孩子 名叫柳念成 今年已经五岁了 念成 允成 能起这名字 说明父母俩得多相爱啊 就 知道真相后 苏允成被他老婆暴打得 差点没能活着走出那间画室 混乱中 我护着岳可退了出来 柳如烟哭着喊着 要我救他 让我带他走 我连个眼神都吝啬给他 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国外一家医院的电话 岳可陪着我一起去了医院 柳如烟已经肿成猪头 躺在病床上输液 见到我 他挣扎着想要起来 却被护士按了回去 他朝我伸手 嘴里含糊不清地哭着求着 从南 你听我解释 我和苏允成真的没有关系 是他诱惑我 我居高临下地俯视他 嫌弃道 他诱惑你什么 你有哪点值得让人记挂的 赶紧撒抛尿 照照你现在的模样吧 真让人做 从南 你不能这么说我 你以前是最爱我的 你都忘了吗 不提以前还好 他一提我气就不打一出来 我把离婚协议甩在他脸上 解恨道 柳如烟 签字吧 你偷我话的是 今天你只要签了这份离婚协议 我可以不追究 否则你就等着坐牢吧 柳如烟哭得十分伤心 他拼命摇头 还有一件事告诉你 粮食集团是我爸的企业 我今天很肯定地通知你 柳如烟从今往后 你借不到一单项目了 你就等着破产吧 说完 我不管柳如烟有何反应 都毅然决然地带着月可离开了 回国后一个月后 柳如烟才从国外回来 柳念成没跟在他身边 我听月可说 柳如烟把那孩子又送回了孤儿院 院长本以为柳念成能过上好日子了 结果见柳如烟只是三天半热情 气得举起扫帚把他拍出了孤儿院 说再也不想见到他 我只当笑话看 回家的第一件事 柳如烟就跪到我面前 他拼命认错 拼命发誓 只为了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没说话 直接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 柳如烟吓坏了 抢走我的手机挂断 他彻底绝望了 为了自由妥协了 领到离婚证那天 万里晴空 活了两世 我第一次感到生活如此美妙 月可在远处车上朝我按喇叭 别催了 来了 我收起离婚证 笑着跑向他 车子发动 后视镜里的柳如烟越来越模糊 我收回视线 笑着看向月可 月总 往后余生请多指教 全文完